圣灵充满的感应和回应 圣灵充满的感应和回应 即是感应到圣灵 和对圣灵有回应 我们真是 圣经所讲的 耶利莎白 他怎样对圣灵的回应 和施世药文 在无福里面 已经被圣灵充满 那我们这次 开始就看 《路加坊》第一章 然后在小组里面 就会问问题 就帮助大家 对圣经真的认真去看 而且要懂得回应 那些问题 我们里面的经文 就是《路加坊》 现在读第一章四十一 开始到四十五节 我写一些《阔弘》一二三 就是我自己摆上去的反应 我们一起读一读 看一看 那时候发生的就是这样 首先就是伊丽莎白 他已经年龄了 但是神在他身上行一个神迹 叫他怀孕 这个人是谁 就是施世若翰 就是将来为耶稣预备道路 他就叫人悔改 预备人去迎接耶稣 然后就到玛利亚了 伊丽莎白就是跟她丈夫怀孕的 这个是正常的怀孕 不过是年纪老 但是玛利亚完全是神职的 因为她是神降身做人 为什么一定要 为什么一定要 不是她和丈夫所生的呢 耶稣 因为如果她和若妻生 有什么效果 有罪 对了 有罪性 所以耶稣就不是神来救我们 所以她一定是由天上降下来 进入玛利亚的肚里 怀孕 然后生出耶稣 马利亚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就是她时时都陀着耶稣 耶稣是谁 耶稣是神 当耶稣在他里面的时候 他时时都会被圣灵充满 即是玛利亚 她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一次 当她和耶稣一问安 我们就看到她的能力是怎样的 当她和耶稣一招呼 耶稣的肚子里面 那个孩子 马上就立即欢喜跳动 因为神的灵与 马利亚同在 当马利亚一说一句话的时候 马上就去到耶稣 马上就立即进入 施世上 施世上就很欢喜快乐 孩子为什么会反映呢 她是胎儿 即是胚胎 但是神就有这个能力 神可以叫人去改变 但是我们给神改变之后 更新之后 我们就要去听话 以后听话 例如我们看到 《World Revival Church》 他们这么渴慕神 你都不渴慕神 你就会有能力 你就会被神去用 当时他和他一招呼 里面就跳动 而以利沙伯也是很大的反应 他立即去赞美神 即是他看得到 他们对圣灵有回应 他们感应到圣灵有 他们会对圣灵回应 我们一起读读一下 《独家坊》一章 四十一节开始 以利沙伯一听马里尤文安 所怀的胎就在福女跳动 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 高声哭就说 你在苦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我主的舞蹈我者里来 者是从哪里得的呢 因为你文安的声音一入我耳 我福女的胎就欢喜跳动 者相信这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罪他所说的话 都要认严了 我们先看看这个经文 当以利沙伯 马里尤一向以利沙伯的文案 他一听见的时候 就有三个后果 三个后果是什么 第一个后果是什么 是的 那个宝宝立即跳动 以利沙伯又怎样 圣灵充满 接着他又怎样 赞美神 因为呢 只是圣灵充满 没有反应 又只是神做事 所以当我们其中的时候 神的灵来到 我们就不要只是领受 我们要有反应 什么时候都是的 今天听信息都是 不要只是领受 要有反应 他说了几句说话 他说什么 第一句是什么 他就说 马里尤是有福的 对 天余教用这句说话 加勒列对马里尤所说的 孟福的女子 孟大恩的女子 他就根据这两个说话 所以他们就 他就会说 Hell Mary full of grace 就是满有恩典 但是观念就是说 马里尤那些恩典来到他那里 马里尤可以将那些恩典传给人 这个其实 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他也是蒙福的 他是得到神的恩典的 克勒列是被动式的 他是有福的 他是被神所致福的 不是代表他自己有恩典的来源 这个是搞错了神和人的分别了 我们知道唯一的来源就是神才有恩典的 他说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因为呢 里面所怀的胎 他知道 这个所怀的胎 圣灵感动他知道 这个是神的恩典是耶稣 所以他说 你也是有福的 那他这里很特别 他说我主的舞蹈我只可以来 我主即是谁 神 对了 神 这个很特别是神的妈妈 那是否即是 马里尤生神出来呢 神是否本来没有由他生出来呢 其实不是 神是自有永有的 他所生的是神降生做人的那个 那一个 即不是天上的那个神 他不可以生天上的神出来 对不对 所以他所生的是地上的耶稣 就是耶稣借着他成为人 根据这句话 天主教会说 马里尤就是神的妈妈 天主教会说 这句话可以是missleading 就是误导以为 他生神出来 但是如果他说 生耶稣 在世上 借着他来成为人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即是他知道 马里尤里面那个 是神来的 然后呢 他说 这事从哪里得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怎么知道 这事从哪里得的 是很宝贵的事 是的 很宝贵 哪里来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东西呢 居然呢 你是来到 就是 耶稣的妈妈 居然来到我这里 为什么会得到 这么理好的事呢 就是他的心里面有什么 是的 是 欢喜感恩的心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 有这种反应 我们就是今天所说的 就是有这种反应 对神有这种反应 接着四十四节说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 一入我耳 一入我耳朵 我腹内的胎就 欢喜跳动 这里他就更解释了 他的跳动 不是普通的跳动 是他欢喜 非常之快乐 那怎么跳快呢 我们不知道 要是他才知道 但是他感觉到他快乐 可能 哇 很欢喜 这样跳动 那么他就感受到了 这个相信的女子 是有福的 所以瑪莉亚的有福 都是因为他什么 信 信也是领受 当他信的时候 他领受神的恩典 因为主对他所说的 当然也要应严 那我们看到了 这几节很简单的经文 看到了 以利沙伯对耶稣的回应 对玛利亚文安 玛利亚对耶稣也有很大的回应 因为玛利亚如此回应 所以能够耶稣的工作 透过他将写出来 所以玛利亚能够 他是一个很有福的人 因为他里面是怀着耶稣的胎 但是我们又看到 在教会的历史来说 他是有这个部分 如果说在教会里面的祝福 在新的圣经历史里面 新的圣经最大的两个人物 就是彼得和保罗 神就不是用他 神会用每一个人 但是有很多人将玛利亚 将他抬高到一个很高的地位 其实耶稣也曾经在 当他见到妈妈的时候 他试过有这样的经历 一次就是那些人说 你妈妈跟你那些弟兄来到找你了 耶稣接着怎么回答呢 如果耶稣就说 如果耶稣想说 我妈妈很厉害的 他是万福玛利亚 很厉害的 你们个人要听他说 你个人要求他 如果耶稣这样说 耶稣吩咐我们就会做 但耶稣不是这样说 他说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是谁呢 听我话而遵从的人就是了 耶稣就说 他没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凡是听耶稣的话而遵从的 就是有这个有福的身份 所以玛利亚不是超过其他人 所以这是耶稣的说话 让我们看到 就是玛利亚 没有一个特别的身份